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股EC Trade节目 美股市场开始短期有点弱 所以如果大家看回评论、看节目也好 现在持有很多cash 很多强势股升了上来 回落 开始吃糊 开始吐烟 不持有很多货 持有多些cash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的心情会轻松很多 心情轻松 可以保持冷静的头脑 你去观察一些事 观察机会 下机会来临时容易把握很多 这段时间没有压力 不过这么说 就趁这个时间和大家 補一補集 讲一些很基本很基本很基本的 减股的一些策略 但当你知道这些基本策略的时候 会对你真的来着去减股票 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想说一样东西 看着图来说 好了 这一幅是什么图呢 其中一只经常都说的股票 Microsoft 经常都说这一只股票很好的股票 2014年打后到现在 一直维持着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上升 出手很漂亮很漂亮的股票 好了 最近暂时都不一样 这一个月其实都不是真的很好 但是看一幅图 留意到一些红色的点 红色的点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的 我经常都会来不来看一看这些股票 究竟它的走势如何 其中一样我会看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红点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我将今天的股价 和60个交易之前的股价 做一个比较 60个交易就是两个多月 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的时间 今天的股价和两个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前比较 究竟有没有能升 如果今天的股价是比60个交易之前 是升了的话 就有一颗红点 好了 我会将不同的股票分类 分什么类呢 Microsoft属于顶级 什么叫顶级呢 就是过去三年 红点的覆盖率超过九成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过去三年 随便你闭上眼 随便有一天 入市卖Microsoft 总之你拿到60个交易日 就是大概拿到两个多月的时间 你赚钱的机会 超过九成 好了 你会看到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红点 就是这段时间 其实你拿到三个月 都没有钱赚 但是你看回那个时候 什么时间 就是市场跌到一波一路 整个美股大调整 那你才会没有钱赚 但是其余时间这只股票呢 稳步上升 就是说根本来不是大调整 不是股灾的话呢 这只股票拿着 拿着就赢了 因为本身这只股票的 基本因素很强 好了 那现在怎么做呢 记住一个说话 记住一个说话 好的股票呢 不会长期处于低价 如果你想想一只好的股票 这间公司是一只生金蛋的我 当然 多好的股票 我经常都说 多好的股票 去到股载大调整都会跌的 没办法 就是去到那些很差很差的市况 其实多漂亮的股票都会跌 始终股票就有价格升跌 都有机会跌 但是在无事无干的情况之下 这些股票是会一路上升 而且就算它跌 跌到差不多 这是一只生金蛋的我 只要去到市场稍微平稳 它就会升上来 不会长期处于低价 你想想 这些公司不断赚钱 盈利不断上升 然后 当然 那段时间可能市场很差 投资气氛很差 多漂亮的公司都不买 但是当市房一回稳 那些钱进入市场的时候 是不是会首先追回这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 其实你就等一个机会 等什么机会 就是说 如果 未来的市场真是转差 差到一个点 是这些股票都跌下来的时候 然后你见到市场开始站稳 你就追了 一追的时候 你就可以怎么做呢 在一个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位置 买到一些好的股票 然后等它上回来的回报就很漂亮 Microsoft顶级的 红点覆盖率超过九成 还有哪一只红点覆盖率 超过九成 又是顶级的股票呢 又是我们节目常客 就是你会明白 为何这些股票我推荐给大家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很稳定地上升的 Mastercard 最近都走了 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市跌 但是这么说 如果 现在更差 因为之前美国的市场开始转弱 再加上沙特亚美那些石油施司被人 襲击 那现在有机会 那件事有机会后着 将即是未来 叫做可见的将来 短期 会不会有些不稳的情况 小局势会不会更加乱 很难说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会不会令到市场跌下去呢 绝对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这么说 如果因为这些市况 拉了这只股票下来 下来的时候 刚才不是说的 这些好股票 Mastercard一定是好股票 好股票下到低位 只要市场回稳 它很快会回上来 好股票不会长期存于低位 这些股票是hold住 现在还没买 但一下到企稳就升 好了 还有哪些股票呢 好了 又是节目尝客 这只相对来说 没有刚才Microsoft 和Mastercard的Ratio 那么漂亮的 这只 红点覆却八成左右 但都很漂亮的 什么意思就是 基本上 如果那些事没什么事 没什么赶 你随便买入去 我买股票的时机 我掌握得不好 我不是很懂的 看时机也好 其实随便一撞去 你都八成赢面了 当然如果你可以 hold到一些位置 是你知道 这下买入可以了 你hold到另外一买 当然你不止八成回报 不止八成就赢面了 但是这只股票就告诉大家 你要赚钱吗 给多一点耐性 给多一点耐性就OK的 这样就会赚到钱 这些红点覆却率 越多的股票 代表你去买入去 你赚钱的难度越低 越容易赚到钱 好了 给这只差的大家看 你就会看到分别 这只是什么来的 Mattel 那个code MAT Mattel 知道买什么吗 买玩具 其中一个Mattel旗下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brand 最大型的brand Bobby Bobby公仔 但是你看到 它的股价一直浪费下去 红点是不是很少 这只的红点覆盖率 低过三成 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真的想在Mattel 这只股票身上赚钱 你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 你有没有本事 是一些很低位 这些位买到先 你有没有本事在这些位买到先 你有没有本事在这些位买到先 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 在这些位买到 而第二件事上到来 你要想走 因为你不走的话 现在股价跌回来 本来又赢了 可能会变得输 不像刚才那批股票 刚才那批股票就是说 你时机掌握得不好 也没什么问题的 你就拿下去 拿下去 回报就自然增加 但如果你打算向难度挑战 你买这些股票 你会想着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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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底 博反弹 博反弹 你看一下 它的难度是否高很多 红点覆盖率低于三成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特别擅长 你是普通投资者 你去买这些股票 你赢面两成多三成 三成以下 很难赢钱 第二就是说 你买得要漂亮之余 你走也要漂亮 如果你走不前 升到上来的高位你走不前 然后你错过了机会 股价一直跌下来 又赢面输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当你真的去想起两种情况 你买MasterCard、VisaCard 你买Microsoft 你买Nixera这些好股票 你会赚钱容易一些 还是你说买这些可能一直跌的股票 譬如Mattel那样 你拼它反弹赚钱容易一些 当然你放大来看 我真的被你赚到 这些低位卖下来 那时候是多少钱呢 大概9元 9元 短时间内真的升到17.5元 如果你真的可以在最低位卖最高位 沽的话一个多月时间 八九成回报 那当然会吸引 但是问题是 你事后看回就可以了 当时你有没有可能在这麽低的位置 在最低位卖最高位沽 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说 我可以估到这麽低位 即是估计它跌了那麽久 我都没买 是到最低位才买 买完可以最高位沽 你真的做到的话 那当然没问题 但是不是真的这麽容易做到 如果是这样 为什麽 即是我们都是普通人 为什麽我们不找一些好的公司 好的公司 就是很容易给你看到 就是说它会估计一路稳步上升 当然你说我玩得很短线的话 你说如果你持有mastercard 有些朋友都说 其实它升得不太快 如果玩短线真的比较闷 但是你是想刺激 还是想赚钱 如果你想赚钱的话 你买mastercard 买fisa card 买microsoft 买exera 会赚钱容易很多 而第二样东西 Battel 你以百分比计 如果我真的被你真的买到 是高手来的 你在低位买到高位走到 以百分比介价吸引 但是你够不够胆 买好大柱下去这一只股票先 因为这只股票 如果你走不了 跌回来的 走不了跌回来的 每一下上去 你走不了跌回来的 你敢不敢 好大柱买它先 如果你不敢的话 其实反过来就是 你好看的只有百分比 真的有多少钱落袋呢 未必太多 因为你小小买而已 你不敢大柱买下去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买一些好的股票 你知道升的机会很大 你知道赢的机会很大 然后你知道这只股票稳定 接着你加上你的策略 有方法可以帮到你 控制到风险的话 你根本你敢买大柱很多 如果正常注码 购买下去的时候 其实 百分比买 若非真的太多太多太多 可是有时反过来 而是 算到最后的 我不是看匯报率 我看实际有多少钱落袋 這隻股票我給你可能賺一、兩萬、三萬元 頂了龍浩尾 但如果你夠膽大大鑽買下去穩陣的股票 而給時間慢慢這隻股票的股價向上升 那些股票你可以拿一百幾十萬一隻 拿一百幾十萬一隻 它一年升三成 三、四十萬 你想想這隻股票你夠不夠膽 推幾十萬下去 賺幾十萬你未必夠膽 還有你輸起上來 你可以輸很多 但那些穩陣的股票 只要你有個位置 有個策略有位賣 你知道什麼時候要吃虎走人 什麼時候的市差你要懂得退一退 什麼時候的市好 你可以衝發它的時候 其實你的回報就OK 還有最低限度你不用心驚軟跳 你把股票突然一蹦下去 你會很擔心 但如果你買一些穩陣的股票 然後適當地分散風險的話 沒有什麼問題 先把股票代替 選股票買股票 有個理念 你要調整得對 即是你說我常常想薄反彈 薄反彈 你想回過去 如果我常常都是走去薄反彈 買一些壞股票 薄反彈買壞股票 其實你是不是賺到錢 反過來你買漂亮的股票 很多時候 不是說常常有個低位給你買到 因為那些股票一直上升 但一直上升 其實你的回報可能更好 調整得對 選一個自己喜歡的方法 當然可能聽完之後 我都還喜歡炒股票 那沒有問題的 你去炒吧 但是 如果你想真的贏面大的話 你調整好的心態 你做回這種策略 你就會得到這種策略 帶給你的回報 而如果你真的買一隻好股票 帶給你的就是什麼呢 穩步上升的回報 容易賺錢 你看到這些紅點 去到那個密的時候 就是告訴你 總之你拿著股票 每60天 每兩個多月 你和之前你買入價比較 贏的機會很大 八九成以上的機會贏 每兩三個月 每兩三個月 你的股票的戶口 價值都增長的時候 長遠 給他耐性 給他一點時間 你的財富就會增長 你喜歡這樣的回報 你喜歡選擇穩定的股票 你就會得到那個回報 你喜歡炒股票 你就會得到炒股票回報 或者損失 如果你真的想過 不是的 我都想穩定些 我想中場線 真的賺到大錢的話 你做回自己適合做的事 但你問我 我一定會建議大家 選好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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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強勢股票 因為你這樣做 你才可以全部一起賺錢 和賺錢的機會才會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逢星期二四 到我們美股Easy Trade的節目 到時再見 請問二四 改靡 你還會保存嗎 沒問題